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929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超重型火炮能用得到的地方实在不多 四寸炮能跟着大军前进 但八寸炮实在是太夸张了 火炮的重量不只要翻几倍才够 明显的无法随军在路上行动 就是用船装载或是守城的时候也都勉强 如果在船上的话 百斤的炮弹可是要让船员们发疯了 有几个能爆得动呢 而要在船舱中安装借力的滑轮组 时间一长船板可不一定能吃得消 但还是有办法 寒钢记忆中有一种可能是专门用来工程的旧炮 口径很大炮身却很短 炮弹的射击角度是绝大的弧形 标准的驱射炮 重型的炮弹能轻易的发射出去 就是射程比较短 这就是寒钢的第四张图 郭奎到了快黄昏的时候都没有回去的打算 一个下午都耗在了军器间火区局这边 看着两门火炮轮流试射 甚至还兴趣盎然上去亲自点火试射 普通的铁制炮弹 铁砂铅签子 还有韩刚特地命人用纸壳做了外包装的散弹 也就是用纸筒里面塞满的签子都试了个遍 郭奎尤其对定装的火药和散弹赞赏不已 打仗之前有经验的士兵都清楚 刀剑盔甲要及时上游 弓奴也要保养 剑石若有空也会用小刀修一下 多做一份准备 战时就多一份安全 相反的 那些经验不足的士兵上阵之后就会手忙脚乱 拿着弓箭手抖着上不了弓弦的士兵 每次上阵总能一抓一把 如果火药千子不是定装的话 装填手们小手一抖 不知会撒多少到外边 也不知会有多少掉到里面 到时候弄不清楚装药量 也弄不清楚装弹量 原本就是生手的士兵只会变得更慌 而定装的散弹火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算一时脱手 没坏就捡起来 坏了就换新的 根本不用操心太多 郭奎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却还是不知道士兵们的下线到底在哪里 在河北京中他见多了各色奇葩 与其寄希望于他们都能临阵超长发挥 还不如将他们都当成白痴比较好 这样有些好表现也能算是惊喜了 在郭奎的要求下 散弹接连射了好几次 挡在炮口前面的靶子 不说活阳 牛都牵了一头过来 一炮打成了筛子 半边的皮都没法用了 看着一炮 把上千斤重的公牛 都打得倒在地上吐血沫子 郭奎兴奋无比 比牛皮的防御力完全可以跟普通的马铠相媲美了 穿着铁甲挨上一下 也要看运气了 可惜了 韩刚看着地上的公牛 为那几百斤的牛肉惋惜不已 如果是铁蛋的话 还能废无利用 现在可就不行了 一副皮子坏了 倒是没有什么 这些年 由于铁甲普及 牛皮甲的使用率一路下跌 反倒不及猪皮羊皮 更受军中的重视 做甲州内衬 便宜一点的猪皮羊皮都能凑合 多出来的牛皮 多是拿去做靴子 等到日后火炮推广 制作工奴的牛角牛筋 也肯定会用的少了 只是像今天这么浪费 也还是不多见 小小的院中血肉横飞 血水踪踪的流成了小溪 如果不知情的人过来 还会以为军器间什么时候 改行做土场了 韩刚对郭奎喜欢散弹并不惊讶 大宋从不缺乏远程的射击武器 但缺乏近距离一击致命的 就是斩马刀也要胆大赶战的勇士 才能面对敌军斩杀出去 而且当辽军在阵前 横掠而过 为了不破坏阵型 拿着斩马刀也不能随意离开队列 光凭着神毕弓或者破甲弩的射击 在辽军都装备了铁甲马铠的时候 不足以带来更大的伤害 相形之下 一记时机恰到好处的散弹 足以打乱辽军的冲击 然后就是步兵们的事了 一声声的轰鸣 在军器间中几乎就没有停过 间中的官吏 工匠和士兵都忍不住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去打听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又是一盆井水泼上去 热得烫手的泡管 顿时滋滋冒出水气来 藏章转过来冲韩刚等人摇摇头 这门火炮暂时是不能发射了 得换另一门来用 郭奎却还是点着头 就算如此 从耐用性上看 也照样比八牛弩药好很多 绞金之物制作的奴工 尤其是力道极强的床子奴 使用寿命也就是几十次 连续使用太多 更是容易损坏 而火炮只看到不停的泼水冷却 然后就顺顺当当的一发接着一发 一个下午将韩刚储备的 五十多枚的定装火药都消耗一空 郭奎意犹为尽 看多了各色兵器 他很难得有这样的心情了 看见火炮就不由的联想到 未来阉山脚下的金戈铁马 成千上万的契丹骑兵 被一蓬蓬迁云撕成粉碎 原本他觉得 最近达成的合约也差不多了 想要灭掉辽国 至少得在十年之后 那个时候他也上不了阵了 可现在看到火炮 已经沉寂下来的心情 又开始躁动 以朝廷打造铁甲的速度 给北方勘战的三十万禁军 装备上火炮 就是那种最简单 最轻便的不人炮 只要一两年 加上青铜的野战炮 一两千门的话 三年就差不多了 如果朝廷要公僚 以他郭奎的能力和资格 至少能当上一路主帅才对 但他的两个儿子 却找了过来 打断了郭奎的遐想 还把刘维简给带了过来 说是太上皇后有诏 找郭奎入宫觐见 郭奎刚住进去 房子就塌了 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 那是新晋雄武军节度时 依然是签书 书密院时的郭奎的 新赐宅邸 这么一下子就塌了 那还了得 早早的就有人报了上去 韩刚和张纯对这件事情 本来准备报个意外就了事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得了 又没打到皇城 也不是故意 要往郭奎家里炮击 现在跟郭奎又说和了 苦主不闹 那还有什么官司好打 当然 如果郭奎觉得心有不甘 韩刚和张纯可以配合他一下 向开封府讨个公道 到底是怎么修的房子 十几斤重的东西掉下来 就把房子给砸塌了 偷工减料 没有见过这么肆无忌惮的 韩刚不是说笑 若郭奎真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愿意帮郭奎一个忙 当初他修成方程轨道 因重斗法回京之后 被刺宅邸 开封府不说帮忙修一下 连物料人工都要自己掏钱 这项什么话 早就该整顿一下了 谁承想 还是给捅上去了 今天的事 对郭奎固然是无望之灾 但对韩刚和张纯来说 也是运气不好 张纯叹了口气 韩刚摇摇头 既然宫里面遣人来召见 也不能当作没有这回事 这一下子肯定是要上殿请罪 逃不过去了 太上皇后召见郭奎 肯定并不清楚 郭奎正堂坍塌的真相 只是准备安抚一下 这位劳苦功高的名帅 免得外面说朝廷苛代功臣 他们这两个罪魁祸首 不能让太上皇后 无故的道歉 郭奎虽然对火炮 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但军命难为 只能掀起身往宫中去了 张纯 韩刚也紧随其后 跟着他一起 同往皇城那边过去 向皇后对于韩刚 张纯与郭奎一起进来 很是吃惊 不过出去船找的刘薇简 已经先了解到了一些内情 回去上报给了向皇后 火气局也是 怎么就这么不小心 不知太尉家中 有人受伤没有啊 托太上皇后福 家人都安然无恙 只是房屋小损 没有就好 没有伤到人那就最好 向皇后点着头又道 物方才已经责令开封府 帮太尉重修正堂 开封府 郭奎迟疑了一下才上前 韩刚和张纯面面相去 郭奎真真是走了霉运了 向皇后当然不知道 开封府负责管理官宅的那一帮子 有多不靠谱 见郭奎谢恩也就不再多想 问郭奎道 听说太尉是从军器间那边过来 可是看到了火炮 看到了 的确是军国利器 隔了五百步也能击垮 陈家正堂的大梁 霹雳炮 巴牛弩都比不上 郭奎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方才尘在军器间中 也看过试射 铁甲就跟纸一样被打穿 千斤公牛也是一炮毙命 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军国利器呀 当真 向皇后惊喜地对韩刚说道 这才几天 宣徽又立功劳了 韩刚道 乃是火气局上下用命 臣不敢鞠躬 火气局成立不久 便造出了火炮 当重赏才是 宣徽明日将有工人等具名奏来 舞弊不吝封赏 韩刚向向皇后行了一礼 臣带火气局中上下 谢殿下厚恩 如今只是火炮主体的炮管 实验成功 安装炮管的炮车 还有配合发射的火药 都还未到收获的时候 正是装备军中的正品 其实还远远未能完成 现在表现出来的威力 远未达到预计中的水平 待到一切圆满完成 殿下再赏臣也不迟 那还要多久 至少还要两三个月 皇后有些失望 这样啊 韩刚健壮补充道 等到火炮正式定型 就可以像板甲一样快速制造 只要材料能够跟得上 就不会有任何耽搁 那我就等着宣徽的好消息了 新式兵器第一次试射 就将郭奎的新宅给砸了 闹得韩刚和张纯齐上殿请罪 可以说是让朝野震惊的大笑话 虽然一炮轰掉了郭奎家的房子 的确很是好笑 可这个威力 让东京军民再一次了解到了 韩刚说话算话的特点 这还是刚刚造出来的未完工的产品 等到经过多方改进 火炮的威力将会变得更大 而且肯定会大上许多 韩刚在狱前的解释也流传到了外面 又有了一件能够镇压敌国的利器 这对东京军民来说 是个可喜可贺的大好消息 两家快报飞快地在报上公布了这个消息 并且将火炮的威力吹嘘得神乎其神 一时人心激荡 郭奎家也重新宾客迎门 都想看看火炮的功绩 差点踩坏了郭奎家的门槛 辽国的使者即将抵经 名义上是恭贺新天子登基 再续两国友好的国信使 但实际上就是外面的百姓们都知道 这是挟着三巡灭高丽的声势来做示威的 高丽好歹是像大宋称臣的藩国 尤其是在前些年 因为将高丽从辽国那里挖过来 作为万邦来朝的功绩 朝廷可是好一番的宣扬 京城之中 没有几个百姓会知道 真辣三福奇这样的南方小邦 尽管他们隔三差五就派使者过来 向朝廷哭诉 交州急迷的蛮部 在他们国中裸掠子女云云 但没有人会没有听说过高丽国的存在 现在朝廷才派了人去援救高丽 就传来了给辽国侵吞的消息 哪一个心里痛快了 那些酒桌上的宰府们 一个个都叫嚣着 要厌惩爆聊 又喊着要给辽国使者一点颜色看看 但谁都知道 这些话只是醉鬼的胡言乱语 真实的情况还是让人堵得慌 幸好有了火炮 看看辽国的使者如何还能耀武扬威 还有一天 进入宋境之后 消息每天都在记录着行程 前日过了黄河 今天就到了东京城的附近 以车马的速度 再有一天就能抵达东京城 作为使者 消息南下的次数不在少数 但每次进入宋国境内 总是会被宋人带着七拐八绕 绝不会老老实实的走大路 这是防止他记熟了道路 日后辽军南下的时候做向导 这样的做法 想想就觉得可笑 真要找向导 攻入宋境后哪里找不到 用得着他这个隔几年 才南下一次的外人去引路 大辽就没有这么多事 南朝过来的使者 都是一路引到当时的奈波地 燕山中的古北口要爱 宋使不知走过了多少次 什么时候怕过 但这一次 消息的感觉却不一样 或许绕路了 但绕路的范围绝对没有过去那么大 感觉就像是应付故事一样 而且这一回 接半使的态度十分冷淡 如果消息不主动说话 他就绝不会主动开口 不仅是接半使 就是下面的其他官吏 要么趾高气昂 要么就是冷淡疏远 全然没有了过去那种心怀怨恨 却又不得不小心应付的纠结 消息也知道 这是跟宋辽两国实力对比的改变而来的 随着南朝的实力逐渐上升 连军力都开始能够压倒大辽 这些接待官员的态度 当然也就变得越来越恶劣 不过消息岂是好惹的 引经据点 几句话就让随行的官员下不来台 不得不稍稍改变了一点态度 只是消息心中也明白 想回到过去是不可能了 之前宋国君臣怕自己 是怕自己背后的大辽 怕大辽以国史受辱的名义难亲 但现在既然不怕了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尤其这一次南下恭贺新帝登基 实际上是有着药物的心思在 以宋人现在的心气 绝不会甘心接受高丽被吞并的结果 消息清楚 这一回多半会有些波折 灭掉了高丽 耶利与新赚得了很多 本人的名望 还有手下的人心 都重新回到了宋辽开战之前 从高丽的王公贵胄和富户熟民手中 又抢掠到了价值千万贯的财货 同时高丽的百万人口 也让各大部族油腻腻地吃了一大块肥肉 多少高丽的村庄被连根拔起 全都成了某个听话的部落的战利品 而高丽的土地也给分了出去 开京附近的好地 耶利与新给了他长子宝宁 而其他地方的土地则给几个中顺的部族分掉了 那些不足空下的土地 耶利与新又给了自己的手下 就是有些高丽残党躲到海岛上躲过了一劫 虽说近处的海岛已经给离亭扫穴 那些海商为了保全家中子女无恙 都心甘情愿地献上船只 但远一点的海岛就有些麻烦了 水上漂泊 契丹永世最多能坚持一个时辰 若是在船上一天晃下来 上船的士兵就能倒下一大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929集 欢迎继续收听《载职天下》第930集